好了,回来讲一下钱 这个就在澳洲 澳洲储备银行就说 新版五元就不会再印英国君主茶三世的头章 就会加入向澳洲原住民文化和历史致敬的元素 现在那张五元纸就有伊丽莎白二世的头 那张五元纸的设计有伊丽莎白二世 当然是经历过不同的版本 就算是塑胶和银子 我记得最少有两个版本 澳洲央行怎么说呢 这个决定是跟政府协商后做出的 预计新抄的设计和印刷要几年的时间 现在五元纸有伊丽莎白二世继续发行 旧抄在新抄发行之后 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纸币的另一边 仍然有澳洲国会的图案 这个五元纸币当然是澳洲现时 唯一印着英国君主肖像的纸币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年离开了之后 澳洲再次当然是有 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将来的大辩论 澳洲之前是少公投的 1999年公投就是 是弥约优势 要保留英国君主做国家元首的 这个澳洲就是这样 茶三世已经不太得民心了 在很多地方说过真话 以前伊丽莎白二世 还可以霸佔银子上的一个席位 现在澳洲这个银子上的席位 都变成原住民了 澳洲为什么会这样 坦白说 澳洲人 他们对皇室都是很有意见的 一直都是很有意见的 是不好的意见 说完钱 就说另外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就是寿司狼 如果你有留意 这个日本的消息 就是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 就是一个日本人 就是日本男子 应该这么说 他就在连锁 这个回转寿司店 寿司狼吃饭的时候 就拿一条舌 他就去舔豉油瓶 又去舔 就是因为寿司狼的杯子就这样放在这里 收拾完桌子 你坐进去他已经有杯子 你立刻拿个杯子就可以收拾绿茶喝 他就去舔别人的杯子 之后又放上去 接着就 手指有很多口水 接着就摸 这个人真是箭到无论 摸书送带上面的寿司 那寿司狼呢 他已经向当地警方 提交这个名誉 受损报告 就是这个狂名 摸他的街 真是箭到无论 那这段视频呢 是48年的 上月底就开始流传 那寿司狼是证实了 这个就是 涉及中部旗浮远一个分店 事态是严重的 那他股票也跌了很多 寿司狼 被他这样搞 損害公司和顾客之间的信任 当然了 因为别人坐下去吃这个回转寿司 就是一拿个杯子就立刻去倒入绿茶喝 通常都是这样的 倒入水或者倒入绿茶 结果被人舔过 你老尾 这样是不行的 是不是 虽然 这个涉事男子和他的监务人 已经道歉 但是店方拒绝接受 表明 就会从民事和刑事 两方面严肃处理 那一分店呢 已经清洁所有茶杯 换了所有事由瓶 那如果客户有要求 那店方是会随时更换 已经消毒的餐具 那 那 那 这个拖得车说 受私狼的做法 反而更多人帮衬 现在他一定是不会接受道歉的了 那其实 现在日本还有新冠疫情 还未完 日本疫情是未完结的 那拖得车就说 那时候有新冠患者说要 很帮衬蓝 波毒 结果被拘捕 那活该死吧 这根本是做些很离谱的事情 譬如你阳性 你明知自己阳性 就算现在 今时今日 没有什么限制的了 你最好阳性 其实 我的看法 最好都是留在家 如果新冠病毒 还是留在家 不要到处走 你到处走 就把病毒分享给人 其实伤风感冒也是 一样的 根本 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 好像一样东西 就是 你看到现在的人 就是觉得 政府不管了 怎么也不用隔离了 我没有必要自己 懲罰自己而已 中了新冠 我要其他人陪我中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你说日本人不会认真和你消毒 其实又不是 我拖车说日本人 做食肆 他不会认真消毒 其实 中国和日本的食肆 有很多都是会 主动去消毒 他有那些 紫外干涉的 其实日本都有 不是没有的 如果你说日本人 是不注重消毒 那我就说 不是 你很难一触 高打一船人 好像有些人说 内地都是 不注重卫生的 其实 我的经验就是 内地都很注重卫生 所以 向好的方面 尽量 尽量 我的看法就是 我又不会針对 日本人 不注重卫生 那些 可能有少数人 是不注重卫生 但是 他们的食肆 整体来说 都算是干净的 我的看法就是 当然 你去外国吃东西 最好当然是 吃热的东西 就是 煮出来 滚热的东西 当然是 中焦的机会低很多 如果 你说 不行 一定要吃寿司 寿司 本身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这个是 本身 这一样 食品 本身 它做出来的时候 是冰冰的 本身已经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你自己要知道风险在哪里 是不是 我又不会说 日本的卫生做得很差 这个我不敢说是事实 是不是 那 香港近期 就有 很多问题 都是跟生蠔有关的 我也提醒大家 上一节 我们有讲到 有假的 生蠔 就是这个 卫生证明书 其实 现在有 很多时候 你会留意到 差不多天天都有 其实是 有新闻 就是说市民吃了生蠔的时候 就怀疑食物中毒 那 那 这个是大件事 就是 这些是卫生上是有问题 那 那 C Jojo 日本人数人很喜欢用口水贴手指 再数 很噁心 不卫生 全世界人 店现钱 都是 手是不卫生的 这个我要说清楚 都是 很多人都是用 都是 这个我就是 讲回 个人经验 很多人都是用 舌头舌头舌头 再数银子 是很多 全世界都有这些人 所以如果你说 ,日本人有这些习惯 我可以听说不是 全世界人 大量的人 是有这些习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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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大家 都是 謹慎一些 小心一些 八法鱼 八法鱼就说街市 很多生蠔 是有殼的 那 有殼 其实是稳定一些 但是 它混的过程 才是最危险的 如果它混蠔的时候 它的卫生做得不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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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村委书记的 老爸 我很多年没有用过现金 那 其实在内地 不少很多用现金 但是内地不是没有人用现金 就是提醒大家 那 到现在都有人用现金 有些地方 只是收现金 也都是 那 不收微信支付 或者不收支付部 是收现金 有些地方入场 都是只收现金 你说 全部人都是不用现金 那 那 我 就 都是说不是 地摊那些当然有微信支付 但是国内仍然有一些景点 它是一定要收现金的 你去过就会知道 提醒一下 你不要想着微信支付那里有钱 没有现金都能搞定 不是这样的 当然疫情之后有些改变了 那些人是用多了信用卡 在外国就 例如支付那些 就是用卡去支付那些 这个是多了的 Rita Ho说她不喜欢吃寿司 因为不喜欢吃饭 酸酸的 她是加了醋的 她的饭是酥饭来的 所以一定是酸的 回来讲一下其他新闻 现在香港的疫情 公布了一些数字 阳性核酸个案 就444宗 有关的死亡个案 就增加了12宗 这个数字 12宗就证明了 现在疫情真的 反过来 开始向下了 究竟是否可以说 放松 完全不用戴口罩 我提醒大家 现在口罩令都没有撤销 你继续都是戴口罩 戴口罩是好事 你说会不会有些人 死亡了不上报 我就告诉大家 是不会的 死亡了不上报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这是医院的问题 如果死亡了也不上报 现在疫情是 是反过来 但是你说确诊数准不准 他们现在公布的时候 就说了 这个列明 就不代表全港确诊个案 已经写得很清楚 所以现在 那些数字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明白 也不要说 我们做得比上一届 不是这样 我粗浅的看法就是这样 还有其他消息 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王毅 出了来说 国务委员 这个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亦都会见了 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克勒希 那这个呢 王毅就说 中国成功克服疫情挑战 经济社会运行快速恢复正常 就会继续为维护人民健康努力 也都将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 作出重要贡献 他又说 世界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性 需要团结应对 中方就会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 愿意进一步加强合作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推进联合国2023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那么克勒希 亦都说 联合国希望和中方继续合作 攜手战胜疫情 共同应对发展融资 水资源气候变化 这些全球挑战 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也要多谢网友Kennith Moon 多谢你的支持 拖多车 因为发七重招 已经不用报道了 当然了 你们喜欢怎么骂劳局长 骂劳局长 我不会阻止你们骂他 在留言区 没所谓 但是我就不会再说他了 老实说 他有些东西改了就算了 我个人都很欢容 老实说 有些东西 由得他 来到这里 又是休息一会 为什么这么多散烧烧的新闻 现在想改一改 节目的模式 看看行不行 不会长期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就会多说一些不同的新闻资讯 那么尽快 那个节目就尽快放在我们的频道上 试一试 好了 休息一会 回来就说一下其他的新闻 休息一会 先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雨 休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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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